以去年 以色列的代表来拜访我的时候 我也特别讲 为什么贵国青年创业是这么的成功 他说欢迎韩市长到以色列来参观 高雄市长韩国瑜下午出席 创新创业大赛的活动 至此提到以色列对青创发展真的很成功 也希望高雄能学习 对线选前青年返乡政策 但罢韩游行团体下午也继续游行宣传 投票倒数三天 罢韩团体几乎天天游行 蓝营议员轮番炮轰 万人上街头 肩并肩积得水泄不通 说好的社交距离抛诸脑后 难道中央双重标准 近大奖吗 却放纵罢韩游行 高雄需要平静 政治势力 请退出高雄 他们不断的用这种方式 试图去演示转移焦点 根本就是很无聊的事 对于蓝营议员的指控 发起人引力说真的很无聊 因为他们的游行 都是有经过高雄市府核准 引力也抱怨 他到现在还没收到投票通知 我是最主要的推动者 连我都没收到 到底这样那个情形 是不是普遍性 当地里长一早就把投票通知书 投递在门缝下 还特地录影自清 真的有送了 3号晚上 罢韩团体更请来 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吴依农 来站台 侠赖吴依农的高人气 要再度炒热 罢韩气氛 吉尔高雄 综合报导